米歇尔奥巴马和彭丽媛作为各自国家的第一夫人 不管他们穿什么都有着为国家而穿的意义 两位第一夫人的时尚比拼 是米歇尔这次中国之行的看点之一 在3月21号的晚宴上 米歇尔和彭丽媛不约而同地选择了 富有中国文化元素的服装 米歇尔选择红色是为了表现对中国文化和对主人的尊重 米歇尔偏爱华裔服装设计师 他到达北京下飞机的时候 穿的是华裔设计师林建成的连衣裙 这马上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好感 另一位华裔设计师吴继刚 两次为米歇尔设计就职典礼舞会的礼服 米歇尔和彭丽媛在国内都是独具时尚风格 非常受欢迎的第一夫人 不同的是关于米歇尔的时尚信息更加公开 但有关彭丽媛的时尚选择有的时候是敏感信息 有人评论这次两国第一夫人的时尚比拼 都比较低调稳妥 彭丽媛22号陪同习近平到荷兰 让这场时尚比拼在人们还意犹未尽的时候 画上了句号 在安拉伯的庄园 就谈到我们的要求